有人问我说这个今日头条啊 会发现很多很多内部的这些大维号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呀 内部扶植吗 内部创业吗 他这个大平台相当一个航空母舰 他打成了很多很多战略单元吗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群狼战术吗 有一个很形象的动物当中的一个比喻叫做狮人鱼 你会发现啊 这个狮人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庞大的整体 但这个庞大的整体看似什么 杂乱无章 事实上他每一个个体当中都是什么 都是有12条 大概12条啊 一个单元啊 然后12条12条12条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和科学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 这个今日头条也好 西瓜也好 抖音也好 这些大的啊 这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战略 大的战略单元 相当于一个平台 那每个大的战略单元下面的话 有很多很多战略小度啊 比如说现在悟空问答 有很多很多摧直的悟空问答的V号 都是今日头条的认证 然后呢 西瓜视频 短视频 然后包含了那个今日头条 原成文章啊 这个将来就成为他什么呢 成为他的第一层保护壁垒 第一层保护壁垒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群狼战术 那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 有哪些哪些的参考呢 我们要参考这个今日头条 所有所有的第一层的 这些战略小组当中的一个明确的走向 比如说你是做教育的 那你就找到这个今日头条当中 做教育号的那个官位号 那就是一个风向标 比如说你做三农的 你要关注他 比如说你做社会的 你是做娱乐的 你是做这个动漫的啊 你都要关注你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个标杆 这个标杆的做法就是你的玩法 你要在这个标杆的基础上 玩法要提高 要多样化啊 这也是我现在所标注的啊 你看我现在做什么财经领域当中的 我是做营销创业投资相关的细分 事实上我是三四细分 细分了财经领域 然后又细分了财经领域当中的 创业投资 营销管理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参考的就是今日头条的财经的大人啊 那个那个战略小赌啊 所以的话呢 我认为张一鸣真的是真的是一个懂布局 懂兵法 懂商业兵法的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奇才啊 也难怪于现在的话呢 腾讯马化腾的话呢 对此人如此重视 事实上他怕的不是这个平台 怕的是这个人啊 如果真要有一天 这个马云要能够把这个张一鸣 真的给囊入战队之宗 或者收编一好 合作一好 这个世界我们的互联网世界真的要是改变了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传闻吗 说马云要的不是这个今日头条 就要你张一鸣 你怎么都行 我就愿意给你 咱们还想记得 这个马云当时投这个云计算的时候吧 然后有一个创始人 我忘了是什么名 所有人都说他是骗子 结果马云非常大气的说一话 我们先每年投他十个亿 投他十年再说 多大气 现在这个马云就靠这个云计算 是不是啊 有了第三个支撑啊 今天马云来看待张一鸣 要比当年马云看待云计算 那个创始人还要强 很多很多的倍 这就是为什么腾讯马化腾怕的原因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有关于创业投资 营销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 喜欢我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